那做完安裝之後 在系統重開機之後會出現兩個磁區 就是兩個開機選單 那正常來講 安裝在VHD裡面的OS會放在第一個 在下面也可以看到它是安裝的磁區 一個是4一個是7 那我們後面鍵的VHD的那個 虛擬硬碟是在磁區7 比較後面那個 那這個就是安裝完之後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直接到 系統裡面去 到新安裝的虛擬硬碟的系統裡面 好現在到了系統裡面 好那我們可以透過工具 好那我們透過工具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開機選單 好現在就有兩個工具 一個是VisualBCD 一個是EasyBCD 一個是EasyBCD 好那我們先透過VisualBCD去看 海籍的項目 好在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有兩個磁區4 好那就剛剛看到就是一個是磁區4 一個是磁區7 好那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修改它的名稱 好那這樣改好之後關掉它就已經改好了 好那如果說我們開機的時候沒有看到開機選單的話 好有可能是它開機太快 好它就直接進到系統 好我們可以直接在Windows這邊選擇 MS Config 好然後選到開機這邊 好那我現在是設定30秒 那這邊是可以調整 那我們剛剛改的VHDOS 就應該它在這邊了 好所以這邊可以是依照 需要去調整 那正常會調5秒 5秒到10秒 好那調0秒的話 它是直接進到預設的這個 好就是依照需求去調整 好這是建立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回到主系統 來說明那個 如何掛載一個新的系統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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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